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这次是在同时在Zoom跟腾讯还有BD上进行直播 那等这个钟老师报告完之后再进行讨论 那如果想跟这个钟老师直接互动的话 可以用Zoom的连接来进行 或者你可以在腾讯视频里将问题发给负责转播的同学 然后本期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钟申教授 来和我们分享一个基于高通量DNA测序来绘制 蛋白质互作图谱的技术ProperSeq 那钟申博士呢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物工程系郑教授 他同时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四维细胞核联盟的中心主任 也是UCSD液体活检研究中心主任 此外呢他还是人类细胞图谱国际联盟的首席研究员 人类生物分子图谱计划的首席研究员 钟申教授的研究成果丰硕发表于顶尖学术的 和获得的这个科研奖项非常多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一下 另外呢钟申教授研究范围非常多元 和他获得的成果一样 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 但大方向应该可以算是了解从基因调控 和其后续一系列的反应 如何来影响细胞以及生物个体 他实验室开发的许多新技术来绘制分子网络 包括RNA、RNA相互作用的Mario技术 RNA、DNA相互作用的Margie 以及今天我们要讲的蛋白质相互作用组ProperSeq 那我就不占用太多宝贵的时间 把时间交给钟申教授 非常感谢义军的介绍 还有感谢李方平编辑的邀请 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最近的工作 这个工作呢是为了高通量的解决 蛋白相互作用的探测问题 这个工作的主要的成员是Cara Johnson 齐志杰、颜章明和文新照 这个工作里面的生物技术部分 主要是Cara Johnson在她的PhD Thesis当中做出来的 里面的生物信息的软件分析 是齐志杰、颜章明和文新照主要承担的 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 去Discover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不少的方法 去企图去探测蛋白相互作用了 蛋白相互作用是蛋白发生功能作用的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比如说蛋白的形成的复合结构 在现在去探测蛋白相互作用的方法 是比较耗时的 发现一个新的蛋白相互作用 有时候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甚至有的时候发现一个蛋白相互作用 都有可能成为一篇好文章的基础 在我们之前去探测蛋白相互作用的方法 有如下几类 一类就是一对一的相互作用 比如说这个Ease-2 Hybrid Assay Co-IP Assay 这些Assay它们把一对蛋白是否相互作用 做一个探测 然后做很多次的探测的话 就可以企图去探测 不同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 在右边这个图里面 是一个小的蛋白相互作用网络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用一些更高通量的方法 比如说一对多的方法 可能可以发现一个核心蛋白 和它好多和它相互作用蛋白的相互作用 比如说可以用抗体 把这个核心蛋白抓下来 然后再用MassPack 把它相互作用的蛋白分析出来 还有最近比较新的BioID这样的办法 它们是一对多的办法 这些方法 它们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耗实的 假如说我们想象人的基因组里面 有三万个蛋白 那么可能的蛋白蛋白 两个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呢 理论上就有三万的平方个可能性 如果我们想要探测所有的蛋白蛋白相互作用 两个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呢 如果我们用这种一对一的方法 比如说Ease-2 Hybrid 我们就需要做三万的平方个小实验 如果我们用一对多的办法呢 我们也需要做理论上三万个实验 才能够把人类蛋白组的相互作用 全部构化出来 这里 Cara Johnson和其他的组里的研究员 他们想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推出一个多对多的蛋白相互作用的 侦查方法 他们想把蛋白组对蛋白组的相互作用 用一个高通量的方法 在一次实验中全部侦破出来 这里的核心的想法呢 就是把每一个相互作用的蛋白对 变成一个具体的DNA序列 这样我一个DNA序列 就唯一的对应了一对相互作用的蛋白 然后用高通量DNA测序的办法 把这些DNA序列测出来 再解码回 它每一个序列所对应的相互作用的蛋白对 这样最后呢 就成了用DNA测序这样极其高通量的方式 来测蛋白相互作用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呢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想法 这个核心的想法就是 需要给每一个蛋白 一个特殊的DNA 或者是RNA编码 下面我会更具体的说 这个编码是怎么加在每一个蛋白上的 而且是一一对应的 假如说我们每一个蛋白都给了它唯一的RNA编码 那么以后相互作用的蛋白呢 就会对应着一对RNA编码 如果我还可以把这一对RNA编码变成一个 chimeric DNA sequence的话 这一对RNA最终可以被测序测出来 来代表这一对相互作用的蛋白 这里就回到了 这个properseq technique的核心的design 它的核心的这个设计呢 有两大步 第一步 Cara把它叫成smart display 这一步呢 就是去给每一个蛋白 一个独特的RNA编码 第二步呢 我们把它叫做inness incubation, ligation and sequencing 它是把相互作用的蛋白的相互作用固定起来 把相互作用的蛋白对上的那一对RNA连起来 变成一个chimeric RNA 再把这个chimeric RNA变成可以测序的DNA序列 最后把它测出来 这样一个构造下 最后我们看到的数据会是这个样子的 在右边这个panel B 是真实的数据 每一行是测出的一对DNA序列 用paired end sequencing测出来的 这里一边可以被map到genome的一个进上 在这个情况下 我每一行是一个sequence pair 这个sequence pair的左边 第一行的左边 它对照到了这个part 1进上 第一行的右边同一个DNA pair的另外那一端 被map到了matrix 3这个进上 这里所有的这些行就是所有的这些DNA sequence pair 它们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数据 这样的数据 它指出说part 1和matrix 3是一对可以相互作用的蛋白 我们再来仔细的打流程走一遍 这个proper sick的流程呢 是从抽取messenger RNA开始 从细胞开始 在细胞上抽取messenger RNA 把这些messenger RNA呢 变成蛋白 通过translation变成蛋白 但是这个translation呢 是经过我们改造过的translation 它们转录成蛋白以后 翻译成蛋白以后 这些RNA并不和蛋白脱离 所以这些每一个mRNA 就成了它自己翻译出来蛋白的RNA编码 在下面呢 我们通过inlis这个步骤 把每一对相互作用蛋白的RNA对 变成可以测序的双链DNA 在测序以后 我们通过proper sick tools 去直接发展的这一套生物信息软件 来通过statistical test 把相互作用蛋白找出来 还能勾造蛋白相互作用网络 具体来说 怎么做到第一步 怎么把messenger RNA的酷变成 变成这个display的蛋白酷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display这一步 smart display这一步 就是要构造这种 蛋白和它自己的messenger RNA 通过构架件连接的这么一个新的 kimeric的molecule 这个molecule是这么做出来的 我们首先意识到 如果有一个messenger RNA 它的尾端 连接了pyramicin的话 在翻译过程之后 这个翻译出来的蛋白 就不能脱离它自己的messenger RNA 它被pyramicin这种毒素 给粘在自己的messenger RNA上了 这就是为什么pyramicin有毒的原因 我们就想利用这件事情 为了利用它呢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构造的方法 把pyramicin加在 所有的messenger RNA的尾端 这里我们首先在messenger RNA 所有的messenger RNA的尾端 连接一段序列 然后通过一些互补的办法 再把pyramicin给连上去 这里我就像 我所有的messenger RNA的尾端 都连上了pyramicin一样 这个时候 reposon complex开始 translate messenger RNA 我不断地把messenger RNA的codon 翻译成peptide 最后这个reposon会fit 这个messenger RNA的三撇端 在这个时候 由于pyramicin本身的毒性 这个pyramicin就会进入到 reposon的A site 然后发生一个共架连接 这个时候 这个peptide 就是这个蛋白 和它本身的mRNA 就成了共架连接了 然后reposon会离开 这个messenger RNA 这里就完成了构造 一个蛋白 和它自己的messenger RNA的结合物 为了把刚才那件事情 变成一个系统化的东西 我们希望做成这么样一个系统 首先我从细胞里面 把RNA抽取出来 这个时候通过polyatel的选择 我们可以把messenger RNA酷取出来 然后我要把这个messenger RNA酷 变成一个基因酷 这个基因酷 它可以转录 也可以翻译 翻译完了以后 它还可以接上pyramicin 可以转录以后 它可以接上pyramicin 接上pyramicin以后 在翻译以后 就可以形成一个杂核蛋白酷 这件事情 这个smart display的完成 是一个比较巧妙的方法 是因为这里的所有的 biochemical的步骤 都是对整个messenger RNA酷开始做的 而不是一个进一个进做的 这里的每一步 每一步加上端头的序列 加上一些需要的启动子 加上一些需要的尾端的 hybridization sequence 来加pyramicin 这些都是对整个mRNA酷 或者是基因酷来做的 所以都是一次性的实验 而不是分开每个进都做的 在做完这些以后 我起始的细胞 就给了我一个蛋白的酷 这个蛋白酷里面 就每一个蛋白 都连上了它自己的messenger RNA 这里我们就完成了smart display 我就造出了这个 用自己的messenger RNA 去标记所有的蛋白的 这么一个酷 下面我们就做这个inless step 这个inless step 用两个酷 一个酷就是蛋白和它的标记RNA 另外一个酷呢 是这个蛋白和它标记它的cDNA 这个时候cDNA和mRNA 其实是可以互换的 当我们有mRNA标记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简单的操作 变成cDNA标记 这个时候为了让这个相互作用的蛋白 被我们都抓住呢 我们首先把第一个酷的蛋白 固定在sreptavidin beads上 这里把它固定住的主要好处是 整个过程当中需要不停的去清洗 把那些noise 那些不确定的 不是稳定相互作用的杂质和背景的相互作用给洗掉 所以呢 我们先把它固定在sreptavidin beads上 我们可以把mRNA标记变成cDNA标记 然后我们引入第二个酷 如果它们有一些蛋白发生了相互作用的话 我把蛋白相互作用固定下来 变成供加件的形式 然后我引入cDNA的proximity libation 中间加上一个linker sequence两端 分别连接两个cDNA 这样的话 我就产生了这种cDNA1 linker sequence cDNA2的这种杂合cDNA序列 我在linker上加了biotin 这个biotin可以被再选一次 就让我把这种杂合的 chimeric DNA给选出来 这种chimeric DNA可以用来测试 测出一对一对的cDNA 对应着一对一对的gin pairs 这样的数据呢 就变成了properseqtools 这个生物信息软件的输入 我们拿到了这样的测序的DNA序列队呢 我们做一些基础的处理 adapter 虚调 quality filtering 然后呢把它map到ginal上 这个时候那些DNA pair 它map到两个gin上的那些pair 是特别有用的 我们再做deduplication 然后再做statistical test 这个statistical test是说 对于任何一对gin子来说 我map在这一对gin子上的DNA pair的数目 是不是大大的大于expectation 这些是大大的大于expectation的 这些gin pairs 就是我们identify的蛋白相互作用的对 这个时候举一个例子 Cara做了三个实验 对于三个细胞系 这个HEC 293 JERCAT是个T细胞系 HUVAC是一个内皮细胞 就是内皮细胞是血管的最内层 它是血和血管的交接的那一层细胞 这里每一个细胞系呢 作为这个properseq的起始材料 最后呢 每一个细胞系产生了 20万到40万个sequence pairs 这些sequence pairs呢 通过刚才的properseq tools的处理呢 就可以得到 在这个情况下 在我们的statistical threshold下 就得到20万对 人内的蛋白相互作用对 这里这20万对里面呢 它有接近9000个蛋白是参与的 我们并没有看到所有的蛋白 都有在我们的实验里面 发生相互作用 这个有可能是 这些这三个细胞系里面 有好多蛋白 其实并不是 并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当然抓不到 它们的相互作用了 给一个参照 在现在的一个蛋白相互作用库 一个比较先进的 比较时尚的蛋白相互作用库上 如果有不同的这个threshold 在一个常见的threshold下 把所有的前面的所有的实验 找到的人类蛋白相互作用的 相互作用加在一起 有多少呢 就在20万这个数量级 比如说我们可能更熟悉的 East2 Hybrid 大量的做 大量的做 它加在一起 产生了多少的人类的蛋白相互作用呢 在10万到15万这个数量级 把所有的曾经做过的co-ip 得到的蛋白相互作用 全部加起来有多少呢 可能在5万到10万个 蛋白相互作用的数量级 那这个数量级 比起可以出现的蛋白队来说 是小得多的 因为假如说有三万种蛋白的话 可以出现的队是大得多的 那比如说我们就考虑 有9000种蛋白的话 它的可以出现的队也大得多的 那所以很有可能是现在的方法 如果不是多对多的方法的话 很有可能它没有完整的去搜 所有的可能的蛋白相互作用队 把这些蛋白相互作用队 画在一个蛋白相互作用网络上 这里右边呢就是一个所有的这些数据集合起来的网络 我们可以把从这个网络出发 看这个网络的一个一个的子网络 比如说文心照就去把和翻译相关的子网络拿出来 和RNA splicing RNA剪切的子网络拿出来 左边这个网络是和翻译相关的 这里如果一个蛋白它被Ginontology annotate成是和translation相关的Ginontology 是translation这个这个term下面的Ginontology 那么这个蛋白就就被拿出来 然后所有的proper seek找到的相互作用呢 就变成了这种灰色的链接 每一个node是一个蛋白 每一个edge是一个蛋白相互作用 那些粉色的链接呢 是前面实验和literature已经找到过的相互作用 这里我们就是从主观上就可以看到 这里重复度是非常高的 那可能有一半以上的这个proper seek 找到的蛋白相互作用在前面 那前文就已经找到过了 这也是可能是因为translation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有很多很多的prior literature 去focus study translation complex 这就是有可能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蛋白相互作用 在前面已经找到这里就变成粉色了 不过仍然这个似乎有了这个proper seek以后 我们可以极大的扩张这个已知的相互作用的 pairwise相互作用 这个对于RNA splicing的这个subnetwork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细胞系开始 所以呢 这个实验其实也可以提示我们 哪些蛋白相互作用是对于某个细胞系来说 负极的 换句话说 我有这个实验里面有T细胞 有hack human embryonic kidney 有这个内皮细胞 如果某一些蛋白相互作用 它就是在T细胞上这个发生功能的话 就有可能在我们去比较proper seek data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找到和那个细胞系 甚至是那个细胞系的某种状态相关的蛋白相互作用 是不是这样的呢 这个三维图呢 就是企图去问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这里每一个点是一个genontology term 这个点的位置呢 是表示说在这个genontology term下面 proper seek在三种细胞 hack jerkat 和huvac里面 找到了多少相互作用的蛋白对 跟那个term相关的 如果 如果三种细胞找到了差不多的蛋白对的话 相互作用的蛋白对的话 那么这个term呢 就会在中间 在左下角呢 就表示这个term里面的蛋白相互作用对呢 主要都是来自于jerkat 在jerkat里面找到 whereas在其他两个细胞系里面就几乎没有 在右下角呢 就是在huvac里面特殊的 在正上角呢 就是在hack里面特殊的 这里看起来就是在 T细胞里面 似乎是有一些T细胞特别的蛋白相互作用 在内皮细胞里面 有一些内皮细胞特别的蛋白相互作用 但是在hack 似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它好像就是一个 没有什么特立独行的细胞系 仔细看一下 这个genontology term和T细胞是大大相关 这个再具体的再把它们展开一看 这些 这些相互作用就是 包括这个 这个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这些都是最近 人们特别关心的一些 跟T细胞分化和T细胞作用成熟 相关的蛋白 在右下角更是了 这些是跟于这个内皮细胞是一个 特别需要特别活跃的东西 它需要能够挪 它需要能migrate 它还需要不时的去remodel它的extracelular matrix 它有的时候需要沾得特别特别的紧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血脑屏障的内皮细胞 血脑屏障就是靠内皮细胞维护的 它就是一层内皮细胞就是血脑屏障 那一层显然得特别的紧 对吧 要不然就不是屏障了 东西就可以这个molecule就可以随意的出来了 但是在比如说在肺肝肝肾肾肾 这些地方的内皮细胞 就是血管的最内边那一层 它们就需要很强的透析能力 有很多蛋白 需要能进进出出的 那它就不能够特别的紧 而且如果这个有发炎 那它需要让一些细胞能够通过 这些就是它为什么需要有很多的 这个Angiogenesis的Regulation Extracellular Matrix Remodeling 这些都是变成了 真的是Cuvic特殊的 然后它们的这些相关的蛋白相互作用 就列在右下角 这里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的话 这里有好多的跟这个相关的信息 那在这个时候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通过ProperSeq这个技术 我们可以把您相关的 您关心的细胞作为来源 大量的测出蛋白相互作用 从您关心的组织 或者是细胞来说测出 相关的蛋白相互作用 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技术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问一些以前可能我们不敢问的问题 这个时候文心照就去问一个比较以前我们不敢问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Genetic Interaction和Physical Interaction 它们是不是有能够数据上能够支持的相关性 Genetic Interaction呢 是说通过Genetic这样的实验找到的基因的相关性 比如说Synthetic Liso 这种Genetic实验 它就是说有两个基因 它分别被Knock Out或者Knock Down以后 它们会对这个物种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假如说 但是它们同时Knock Out就会特别的不好 甚至就让这个物种死亡 这样的基因对呢就被叫做Synthetic Liso Gen Pairs 这样的实验呢是一个Genetic实验 因为它是通过基因的Perturbation做的实验嘛 另外就是比如说蛋白相互作用呢 这样是一些Physical相互作用的实验 这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 这两种相关性或者是两种Network 一个我们管它叫Genetic Interaction Network 一个是Physical Interaction Network 比如说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特别是对于人来说 对于人这个基因组来说 或者是对于一个 或Plants来说吧 对于一个这个Multicellular的Complex Organism来说 这两种Network它到底有没有相关性 那这里呢 这个A图是在人的 关于人的实验里面找到的 所有的Synthetic Liso Gen Pairs 和ProperSeq找到的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的交集 那这些交集呢 就是它们既是有Synthetic Liso Gen Pairs 它们又有Physical的Interaction 在这个有这样的交集 我们还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交集的地方 在Protein-Interaction Network的什么地方 一个Network呢 它可以有更中心的节点 Hubs 也又可以有更 不视中心的 更边缘的节点 Peripheral的一些Nodes Turnout这些 有Genetic Interaction的这些蛋白 它们Turnout 是在更是在中心节点 这是右边这个图 想说的事情 它们更多的是出现在 Physical Interaction 这个Network的中心节点 那换句话说 这个Protein-Protein-Interaction Network as reviewed by ProperSeq 它们的那些中心节点的 对中心节点的 Genetic Perturbation 更容易产生Synthetic Lethality 这样的现象 加在一起 再总结一下 这个ProperSeq这个技术呢 它是开始让我们可以 大规模的快速的 对完整的蛋白相互作用组 去进行构建 在我们自己已经做的实验当中 就对三个细胞系做的实验当中 我们就找到了20万个 以前没有被报道过的 蛋白相互作用队 这里我没有讲的是 我们做了 Additional的Experimental Validation 用不同的In-Vivo的 Validation的方法 甚至In-Situal Validation的方法 我们可以Validate不少 这个新的蛋白相互作用 那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 这个AI啊 已经被用在 判断和推断 蛋白相互作用上了 比如说在2012年 有一篇Nature 的Bioinformatics paper 它就是用AI 去推测人的基因组里面 有哪些蛋白相互作用 总共的推测 大概是在10万到15万个 蛋白相互作用队的数量级上 这些推测 除了当时已知的 那些蛋白相互作用 作为它的training以外 它的推测的 基本上在过去10年 没有获得太多的 新的实验的认证 这个可能是因为 做新的Validation的实验 确实是一个 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结果当我们直接用 ProperSeq的数据和 这个Pre-PPI这个算法 得到的蛋白相互作用数据 直接去做对比 我们就发现 有17000个 这个Pre-PPI 就是用AI 在2012年 就判断出来的 蛋白相互作用队呢 在ProperSeq 其实就Validate了它们 就是突然一下有 就是在可能过去10年 可能加在一起也没有 也有非常非常有限的 新的就是当时AI已经判断了 但是还没有被实验证实的 但是突然现在有可能有十分之一的 当时AI判断的蛋白相互作用 就通过这个实验就得到了 一种实验验证 最后呢 我们用了这个 我们Physical Interaction的数据 去做一个测试 是说这种Physical Interaction 和Genetic Interaction 它们是不是有相关性 我们发现不仅有相关性 而且这种相关性 跟这个Physical Interaction的Network的 脱普结构 是颇有关系的 这里我还想再提一下 这个参与这个工作的成员 Cara Johnson 齐志杰 颜章明 文姓赵 Tree Neuren Kassia Zaleta 陈建如 范晓琛 Kieran Shran 万雪怡 陈真 好谢谢大家 I open to any questions 好的 感谢 老师精彩的演讲 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就看看是要 unmute自己 或者是你可以通过 chatbox来提问 我现在这边已经看到有 三个问题了 我就先念 这个宋同学的问题 他说 老师您好 感谢你介绍这么优秀的技术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第一个是 计算方法 预测PPI存在 假阳性的可能性问题 高通量的 Ease-2 Hybrid方法 获得的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存在可重复性低的问题 那ProperSeq的方法 获得的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的可重复性如何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如果一个实验的 可重复性高 它还会有另外一个 有趣的特征 就是在 我最后判断 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时候 我总是用一种 Threshold去判断的 这个就是一个 某种statistical threshold 如果两个实验的 一个实验的可重复性高 当我提高这个Threshold的时候 我期望看到如下的事情 一 是我判断的阳性比例下降 阳性的比例的总数下降 第二 两个独立实验的 判断出的阳性的overlap 它们的交集 要上升 交集比例要上升 那这件事情是 第一实验的交集的比例 还在不断的上升 单调的上升 这些加在一起 让我们得出一个判断 就是说properseq 有非常好的可重复性 我看到这个 这个陈大宏 他是我们明天的讲者 他举手 那就请他来问问题 谢谢 谢谢 嗨 中文老师你好 谢谢您的带来的技术 我想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当你在看到高通量测序 得到这个pair以后 怎么判断 他是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还是protein-RNA interaction 或者protein-DNA interaction 因为有很多RNA-binding protein 或者DNA-binding protein 可能会去识别它的 就是它的核酸 而不是识别它的蛋白质 第二个问题是 您的这个技术 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来测 比方说三个protein之间的互作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您这样的想法 两个非常好的问题 谢谢陈大宏 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问题为了大家 能够看得更清楚 我们去相关的那个步骤上 在这个in-list的这个实验里面 刚才我号称说 蛋白相互作用就被抓到了 但是如果这个蛋白 它bind到这个cDNA的一段 或者是这两个DNA 上面号发生相互作用的话 它是不是就会造成假阳性呢 那这个假阳性 我们是这样去避免的 当我们去 我们 我们这个首先要把相互作用固定化 就是固定化呢 就是把它crosslink 变成一个共加键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这个crosslink的reagent 是一个专门指crosslink heptide的 它不能够crosslink任何的核酸 这个时候 在crosslink以后 我们再使劲的洗这个东西的话 就会把那些蛋白和RNA 蛋白和DNA的相互作用给洗掉 因为它们不是共加键形式 这里我们是用非常stringent的wash 这样来保证它是蛋白相互作用 而不是其他的 有核酸参与的相互作用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三个蛋白 三个蛋白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这需要大量的改进 这个后面 后面inix的步骤 有可能 但是不能够 不能够就靠这样 就这样去proximity ligation的话 就是pair了 但是如果我能够有办法去 做一个多维的标记 那是不是在那个pair上面 再切刀再连一次 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这个地方 去做split pool 就是不再用proximity ligation了 proximity ligation总是pair 它的好处就是比较 可能是抓的比较准吧 就是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它总是pair 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 我不去ligate 我就是给每一个 相互作用的complex 加上complex specific barcode DNA barcode的话 然后我有同样DNA barcode的 东西就是来自于同一个 interaction complex的话 那样我们猜测 就把这个技术变成了一个多方向interaction的一个技术了 我们并没有复利的validate这个approach 但是这是我们企图去做的一件事情 好的 谢谢老师 然后我插播一下这个腾讯上面的这个有一个同学问了 跟现在zoom chat里面的问题比较相似的问题 就是一个第一个是propercy可以用于植物研究吗 然后propercy可以用来检测自然群体中蛋白序列差异造成的protein interaction的丢失吗 然后在腾讯上的一个问题是说 是不是这个样本不一定要是细胞系 而是适用于任何能提取出RNA的组织呢 这三个是非常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propercy可以用于植物研究吗 我们自己没有做过 但是很有可能是可以的 我们自己有一些实验室已经和我们联系 在开始做propercy在植物上了 我们还没有知道结果 但是猜测应该是可以的 简单的说propercy其实RNA提取那一部分 这个是任何可以提取RNA的应该都可以 实际上确实是有不同的组跟我们联系 有的组就是会说是甚至用在这个metagenomics上 就是用在不同的这种微生物 甚至这个微生物是什么 微生物群是什么都没有fully catalyzed 它只要能全部把RNA抽出来 这个potential里就有可能是可以的 它确实有些组就在和我们联系 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猜测是可以的 因为只要是这个是一个有poly-A的RNA酷 应该是下面的步骤都是 都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一个能够检测自然群体中 蛋白序列差异带来的区别吗 我们怀疑很有可能是的 这里当然有不少的前提 就是首先是这些差异 它在我们这种翻译转录系统当中 它还是影响蛋白相互作用的 这个是一个前提 简单的说 有的时候这个蛋白序列差异 它带来的蛋白相互作用的区别 是非得在那种细胞的那种condition下 才会有的 因为after all many of the genetic variations are only reflected under specific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这个trigger非得 有genetics加上environment才能复 在这里呢 这种实验条件 它其实to some extent 并没有facefully represent the environment 所以猜测是yes 但是不一定是完全的 就是因为这里不一定represent了 它一定要是yes的那种environment 第三个问题是 第三个问题就是刚刚已经回答过 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是不是就是任何提取RNA组织的 就可以做这个propercy 对我们想象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第三种细胞 这种内皮细胞 它其实是一种 几乎是原始细胞了 它就是把 它就是primary cell usually这个primary cell 在culture一下 就变成所谓的huvic 它其实不是一个细胞系了 不是一个那么typical的细胞系 它而是一个 每一次huvic 其实就是primary cell 然后再culture一下 就是huvic了 所以它几乎就是一个primary的tissue type 几乎就是非常close to primary tissue type了 从操作流程来说 我们想象是这样的 只要是能够稳定的提出 PolyA-Tel的messenger RNA酷 应该是这个酷就可以从作为起始来做primary cell 试验来identify新的蛋白相互作用 甚至就是比如说在一个metagenomics的环境下 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个exactly is what cell 谢谢 这个我延伸一下我的问题 就是我想到是您在这个不同细胞系之间看到蛋白质互作的差异 您觉得它是来自于mRNA level表现量的差异呢 还是是说更多是这个转路后调控的这个差异 这个也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重复一下 但是可能会问的稍微不一样一点 我这么去重复的原因是想我想明确知道 这是不是我是不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说蛋白相互作用的时候 其实有两件事情经常是用同一句话去说 两个不完全一样的东西 一个呢就是蛋白相互作用 另外一个是蛋白相互作用的affinity 就是他们的相互作用的强度 当我们在用QIP这样的实验去做的时候 我们关心的是绝对的相互作用 这里包括每一个蛋白的表达量和两个蛋白结合在一起的相对量 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两个蛋白 它到底相互作用的能力有多强 这个时候 这个能力是要 去除掉这个蛋白本身的量的 在我们大多数的文章当中 我们看到的蛋白相互作用 讲的是第一者 不是第二者 比如说我们用QIP的实验去找到的蛋白相互作用 我们是不管这个 这个这个他他那个蛋白具体的affinity有多强 他只要是QIP出来 他只要是在一起 他在那个细胞里在一起 就是我们关心的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是两件事情的叠加或者是组合 一个是这个蛋白的表达量 另外一个是这个蛋白对的相互作用能力 第二件事情是在analytical biochemistry里面可能更强调的东西 这就是后者 就是他的affinity 就是这个这件事情就要去除掉蛋白本身的量的 而是只管他的这个affinity的这个大小 proper sick跟大多数的蛋白相互作用的 的方法一样的 他是针对前者去的 而不是针对后者去的 针对后者需要其他的实验 他要非常非常细致的control量 而且甚至要tetrate量才能够得到 呃其实一直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这样的数据可以甚至去得到affinity呢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实际操作上 这个还还可能还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不少的难度 关键的难度是在于这个这种量变成sequencing以后 他的这个变化虽然我们一般认为是单调的 但是他的到底这个变化是不是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线性关系指数关系 这个一直都没有彻底的搞清楚的 呃这个东西不搞清楚呢 就让我们呃 比较有有个困难 就是把它如果变成affinity这样的biophysical parameter 我有多少的能力去去走到这么这种 detail 我们没有走这一步啊 我们一直就只关心了一 就是有没有相互作用 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如果表达量低测不到相互作用 那就测不到相互作用 好的感谢 呃我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chats里面的问题 老师您好 inlice这一步是不是只能看蛋白的体外相互作用 还是可以看体内蛋白的相互作用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蛋白复合体的话 是不是可以看一堆蛋白的相互作用 这个问题好像在wechat里面有一个人问 就是呃我我再念一下这个腾讯上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有些蛋白需要形成多具体 才能进一步与其他蛋白互作 propercy可能实现这样子的检测吗 好的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哈 呃我先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好了 就是多具体呃 其实这个这个现在图上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多具体 这里呃在左上角这种紫色的呢 它是这个呃 reposon的small subunit的蛋白 呃这个 呃左上角是呃large subunit reposon large subunit 呃左下角这个蓝色的呢是reposon small subunit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reposon的整个reposon的组状 呃所以我们想象它应该就是pairwise 能够detect的的呃相互作用的呃 呃interestingly如果我们仔细看paper的话 它甚至不是pairwise的但是propercy most of them get them to be a pairwise interactions 呃这里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呃呃这里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这个实际上reposon sub 呃large and small subunit呃应该就是整个全部是 全部是pairwise connected呃呃这里确实从propercy 在lick来说他就呃他就得到了这样的呃结果呃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呃这个inlis是不是只能够在呃体外检测相互作用 是的inlis只能在体外检测相互作用呃可不可以在体内检测呢inlis不可以呃但是我们组里面确实是在使劲的做这个 做这个课题这个欢迎给我们提建议甚至加入我们 嗯好看这个吴志强老师举手了 哎钟老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报告我有个小问题就是说像这个在体外做的时候这些基因的表达量 就是说在转录从mr的时候你们使用的技术是他们每个基因的表达量是均一的吗 就是说有没有这种表达量的差异会引起呃这种相互作用这种假性的一个表现 因为体内虽然说他是转录了但是并不一定会翻译他这种影响怎么去排除呢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呃就是在在我们设计的这个smart display这套系统呃这套方式下呢呃非常有意思的是呃 呃就是在从细胞抽取的RNA量到这个转我们转路以后形成这种带pyromycin结构的RNA量呃几乎是proportional的呃这个是因为我们可以在直接抽完以后 抽完RNA以后就可以测序我们就可以对所有的RNA定量然后做完整个这一套流程以后变成这个这个带着pyromycin以巴的这种RNA我们可以再测序 然后我们可以呃翻译完了以后再把所有的RNA再把呃就所有的蛋白purify出来和蛋白co-purify的RNA再测序呃这里我们看到in general是是是是是in general是proportional的呃就是说在我们这套系统下原来一个进的呃呃 RNA多那么在我们这种这个系统下呃它的RNA还是多然后呢我们的translation呢是用的一个一个synthetic translation system呃这个这个这个synthetic translation system呃这个它其实是呃没有太多的呃translational regulation的能力的呃它就是傻乎乎的认一个recognition site然后就开始translate呃至少我们认为 是这样的但是但是但是不排除这个这个这个messengerRNA自己有一些调控序列那那当然就会就会影响它啊呃呃所以呃在我们这套系统下呃to a large extent这个最后产生的产物和呃原来细胞里面的mRNA的量是成比例的呃这里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刚才啊 异菌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测的是相互作用能力affinity还是就是测的相互作用啊所以这个我们更像是测的是一个相互作用而不是测的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能力就是因为它原来的量就始终是在哪儿的那么呃换句话说是不是更高量更高的蛋白更容易被测到相互作用呢 很有可能是的不并不完全一定呃因为呃我们总是会当我们测到一对一对蛋白的比如说一个DNA一些DNA pair的时候这个DNA pair的他怎么说这个这一对是有相互作用呢我们总是跟这个每一个进他他自己的read去比的呃所以所以在这种比下来的话 他的低的那些表达量低的来说他本来那个起始的read本来就少呃所以当他出现有有和其他的进发生pair的时候这个pair的相对比例就容易也容易呃变高所以从从这样来说呢其实在detect相互作用的时候他的原他的这个原始的每一个基因的单个的量是被account for那从这么来说呢从方法上来说呃 呃是有是有这种呃是有这种呃是有这种statistical的我们用了这样的方法去account forpotential single gene的expression level的产生的force positive呃但是afterall如果这个进的量就是很低那他那他就在在我们的环境下也不容易发生相互作用那我们最后还是会loose这种东西的那我我我还要也谢谢董老师的这个这个还有一个想问就是说呃像这个技术就是说呃像这个技术就是说 或者很多实验室都非常想用这个技术来做那么现在这套技术有没有现成就是说一个完备的一个kit让大家呃呃去做还是有没有这种商业化的这种kit去做还是说需要每个实验室去个性化去买这些各个公司的产品然后组合起来再来做呃是的这是个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呃在这篇文章下我们给了一个我们认为 很详细的一个一个protocol它确实是每些这些步都是得从不同的公司买kit的没有一个kit去把它完整的呃完整的做这一套呃确实是有有公司在联系UCSD去license这个这个这一套系统去把它变成kit呃如果那个他们license成功他们还真的要去做的话呃那potentially就会 就会有这个这个properseq kit出来了嗯嗯谢谢谢谢您好这个确实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他问说老师您好呃现在有些研究显示rna可以影响蛋白的相互作用在properseq中用于标记的mRNA会不会影响蛋白的呃相互作用呢呃这是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呃在这里嗯 嗯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值得值得去研究的事情呃呃 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后的properseq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如果有有RNA我们我把它参进去 甚至我可以control一些RNA序列啊甚至有一些我知道的结构序列甚至不光是RNA啊 比如说我有一个protein的有一个disordered region 这个disordered region它自己跟谁相互作用是一件事情 它是不是in general的facilitate其他的相互作用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这些在以后的control的实验下是可以test的 比如说我是不是有一些RNA 它in general facilitate a type of interactions 甚至有可能是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比如说是一个更 比如说是在某种相关的这个变环境下 它更facilitate的某种interactions 这些是可以用control实验去做的 好那这个是最后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这个特定的细胞气蛋白或者磨蛋白相互作用可以检测吗 可以也不可以 这里和下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相关的 就是问蛋白相互作用和蛋白修饰 这里在这套系统在smart display这套系统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很有可能这些蛋白没有完成它在原始细胞里面的修饰 还有它显然没有被放在它在原始细胞里面它该去的地方 比如说它在一个细胞气的内膜上 这个它显然不在那 如果那个细胞气的膜本来就是一个scanfold 它可以facilitate某种interaction的话 这个scanfold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显然就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是我们的interaction是在solution里面做的 这些是现在这个properseq整个流程会缺失的东西 反过来说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 一些以前report在某些细胞气里面的interaction 确实在properseq也找着了 这个就是有可能是那些蛋白本身它就有相互作用的domain 它只不过是更常态的是 它们都有translocation sequence被放在那个细胞气里面 但是after all它们的相互作用是靠它们自己的相互作用domain发生的 所以当然在我们这里也找着了 所以简单的回答是不是也是 不是的地方是跟insitual相关的modifications and translocations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都没法重现 是的地方是如果anyways那个相互作用还是会发生的话 就是不要这些它也发生的话 那它还是会被capture的 这又回到就是说以后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条件再不断的加回去呢 甚至eventually变成insitual呢 我们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啊 比如说并没有任何事情让我们不可以在这套系统 不可以在模上去反应 只是说现在我们是在solution里面implement 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技术把这些 把这个library放在一个一个模上 甚至这个模的你还可以再修饰它 还可以也还可以有即兴啊等等的 你是还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不同的反应器当中 这个这样的话你有可能我们可以 不断的把这些关心的context不断的加回去 这样反而有个好处 就是这样是control的实验 就是我如果我就是关心的是某种模性质 它是不是facility的某种interaction 那这样我就control的实验 我还很清楚的就把它给test出来了 我就是关心某种二级结构的RNA 它是不是facility的class of interactions 我直接加减 我直接可以做control的实验 那这些是possible 好我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proper sick 是不是只要前面再多加几步 就能够达到single cell level的这种protein protein interaction 这是我们也想也想尝试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欢迎欢迎尝试 甚至是欢迎来我们组尝试这个事情 这是我 我们不管我们是想做single cell的 我们还想做single molecule的 single molecule就是一个一个complex 一个一个的给弄出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有两个reposon complex 其实它的components不完全一样的 我我可能一个细胞里面 我有一千个reposon complex 它其实可能它有 有有五组不同的结构 其实 subcomponent不完全一样 就是当我做到single molecule 就是一个一个蛋白complex 就是一个molecule的话 我做个single molecule resolution的话 这些有potential的都可以读出来 就是yes single cell and single molecule resolution is where we wish to go 这个 next 欢迎大家 这样这个这个这个尝试 也也或者和我们交流 我看到有一个同学在平台 youtube平台上问说 老师现在是有没有有在招搏后吗 有的 好的 那大家感兴趣了 欢迎这个跟到中老师的网站上看看 好 那我看如果现在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我们就感谢这个中老师的分享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CGN的讲座就到今天 而就到现在 然后我宣传一下就明天就是一样是北京时间早上十点 然后美中时间的晚上八点 我们就邀请到了NIH研究员陈大宏博士来分享染色质三维结构对神经发育的调控 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欢迎来参加 然后最后再感谢中老师的分享 谢谢 谢谢义俊 谢谢大家来参加 谢谢 谢谢中老师 再见 晚安